字幕提供了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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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頻道是關於遊戲的新資訊 以及直播的 喜歡的請按LIKE 以及訂閱吧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搶先玩 這款《黎明再現》 遊戲是一款策略性的模擬遊戲 即是大家要有建設 建設是為了防備喪屍 讓喪屍不要衝進來 我們可以將建設統統統提升 令防禦喪屍的能力又高了 當然啦 也有大地圖 我們可以跟戰友一起打一些 BOSS級的喪屍 如果沒有隊友或者沒有盟友的話 也挺難打的 看了我這麼久的兄弟們 終於有些兄弟福利給大家了 大家用我說明欄的連結 去下載這款遊戲 就會有1600元的禮包 記得在說明欄上查看網站吧 我們正式來玩玩 這款《黎明再現》 《私契探險》這個模式挺有趣的 類似副本塔房的樣子 我們要帶三個角色進去 每個角色當然有不同的技能 例如現在看到這角色 可以幫助我們回血 又可以做攻擊 而查理這角色 就可以用散彈槍射到喪屍退後 而被動技能 可以把我們的能量變成4 更容易使用到招技能 我覺得新手最好用的是利亞毛 它的主動技能 可以幫助我們放障礙物 讓喪屍不要那麼快衝過來 另外還有一些攻擊模式 就是普攻五次之後 打喪屍有更強力的攻擊 好了 我們的角色技能已經看完了 我們直接實戰試用一下吧 這個塔房模式 基本上大家也要有些可以放障礙物的角色 就像大家現在看到 在路中心放了車輪和木頭 去擋住敵人 我們的輔助角色 放一個裝置 就可以扣到喪屍血了 放在自己的英雄附近 還會幫助我們補血 這個玩法 我們只需要守住 如果幾波的喪屍 完成的話 我們就可以完成關卡了 最主要是不要讓英雄戰敗 如果我們召喚多一點的物體做障礙物 就可以輕鬆獲勝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我也是很輕鬆的 就可以完成這個副本了 這遊戲的英雄設計非常漂亮 我自己喜歡這個 厄運女郎 紳西亞 非常漂亮 拿著兩把烏枝 而它的技能就是 可以幫我們召喚炮塔 拿出來攻擊喪屍 所以作為防守方的我們 有這隻英雄是非常好用的 說完我們最愛的英雄 當然就是抽一下蛋啦 到了英雄搜尋的位置 可以直接用我們的搜尋券 我們一眼用34張 看看能否抽到好東西 好 來了啦 哇 爆了一隻金色的英雄 我們看看金色的英雄技能 哇 很棒啊 一次就可以抽34張 平時抽蛋 按到手軟 所以我覺得這個功能挺棒的 好 我們看看剛剛抽到的新英雄 李承望 他的技能可以幫助我們 提升打喪屍的傷害 而探索 即是打副本的位置 我們可以召喚快女擊球手 這個快女擊球手放在這裡 又可以吸引喪屍 又可以攻擊喪屍 最重要是讓喪屍不要直接攻擊到我們的英雄 這樣我們就可以輕鬆完成關卡啦 我們的英雄其實有天賦系統 大家看到這個星盤有三個方向 包括喪屍獵手 機動部隊 以及野戰 各有鎖場 有些幫助我們副本 有些是打野外等等 有這個功能 令到我們的英雄玩法更多變化啦 抽到新角色 當然跟大家試一下他的威力啦 大家看到 我召喚了一些快女娃娃 不斷地作出迴旋攻擊 如果有喪屍走過的話 會被他吸引之餘 亦會被迴旋攻擊打倒 所以說這些傀儡是可攻可守 非常好用的角色之一 大家玩到一定的主線 很快的 開放聯盟功能 大家進入聯盟可以獲得很多獎勵 只要聯盟活躍的話 一直做征服之路的任務 你就可以獲得很多資源 而我們加入聯盟也有很多好處 例如英雄支援 我們可以用聯盟有些盟友的英雄 他會放出來給我們借用 這樣可以幫助我們很多 當然 我們聯盟也有自己的領地 透過一段時間 我們可以領取獎勵 即是資源 又可以幫助我們快一點升勁 我們的主城 幫助功能也很重要 可以幫我們的盟友加速 升好他們的建設 這樣一下就可以幫助他們了 當然 盟友也可以幫助我們 我們也可以透過我們在聯盟得到的積分 在聯盟商店購買一些我們需要的物品 我們玩到往後的時間 聯盟活動還會有獵殺 巨型BOSS等等的活動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了 當然不少就是幫我們的聯盟 去升勁科技 每個科技都可以幫助我們 升到我們的建設 又或者是一些能力 所以大家盡量去捐 就可以幫我們的聯盟科技 升得快一點 自己的實力也會比較強 還有就是聯盟禮物 這個很重要 如果聯盟的人很活躍的話 你就會有很多禮物了 這些可以幫助你快速升好你的城鎮 當然最好玩就是聯盟戰爭 我們可以集結一批隊友 盟友一起進攻一些主腦BOSS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玩法最重要是團結 你看到我們一批兵一起打BOSS 打完之後 我們會直接獲得獎勵 嘩 你看看有多人 所以大家謹記了 加入一個多人的聯盟 就越有好處 你看到我這麼快 又搞定了一個主腦 很多兄弟一起打 世界地圖也有很多玩法 例如有些喪屍 我們要出動討伐他 當然討伐成功 就會有些角色碎片 又或者是一些資源 可以幫助我們建設成陣 好 這麼快又搞定了 又可以獲得很多資源 我們也可以在地圖上搜集資源 例如農莊、鑽木廠等等 我們派小隊出去 他們就會採集這些物資 讓我們回去使用 我們主線解到差不多 就會開到這個建設是雷達 我們可以救援一些生還者 又或者清除一些路上的喪屍等等的活動 玩法很有趣 而且有很多不同的任務 大家不要錯過了 當我們完成後 還會有很多不同的物資給我們 另外有一個特別玩法 就是叫做事件寶的玩法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事件寶 派一些偵察兵出去偵察 這樣就可以再獲得更多獎勵 當然啦 每個事件寶裡面 都有些故事給我們看看 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開服活動也非常多 就像大家現在看到的 先鋒使命呀 槍火焚屍屍呀 明日方舟呀 大家玩高一點進度 即是殺多一些喪屍呀 戰力達到一定的數目呀 這樣又會有不同的獎勵 包括鑽呀 又或者抽蛋券等等 福利非常多 首處福利方面也非常強 有海薩林 這個傳奇的英雄 非常好用 前期後期當然也不錯 還有新西亞 也是非常好用的角色 這些首處 大家就可以輕鬆獲得了 我們也有一個兄弟福利活動 大家在說明欄上 再按這條連結進去 就可以下載PC版和手機版了 通過這個網頁下載 我們可以領取價值約港幣 1,600元的兄弟專屬禮包 詳情大家可以去專頁看看 記得在說明欄上 我會放一條連結 大家進去 就可以下載這遊戲 參加這個合作活動 這次的搶先玩就到此為止 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兄弟們 看來這裡 影片已經結束了 如果想支持我 可以按下加入會員 支持我的頻道 還有分享給朋友 讓他們不要錯過遊戲資訊